请先开金本 旧盘查网长行第七句开戏 高峰会旧盘查网的朴县诸趣光临云写讨论 清明大师在这里住得很简单 他说 位于住去浦夕与深远 要同宁等之光临 住得虽然很简单 意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 很清楚了 这一句我们对了以后 对于现代人想的多元文化 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经文里面看 我们就晓得 旧盘查网 确确实实是诸佛如来化现的 确定不是凡复的神众 凡复的神众 因为凡复神众 确定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普门评里面所说的 随即说法 随即说法 仆信住去是随即化身 光明云云闇 是随即说法 可见得 不是度祝如来 不是化身大肆 决定没有这个能力 不但神证做不到 天神也做不到 那么清凉解释意思就更明显了 位于住去谱心深远 住去通常说的六道 在六道里面 广义就包括十法界 换一句话说 在六道十法界 他能够随类化身 用一生的生得度 他就献什么样的生 我们要深深地体会到这个意思 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 特别是普贤菩萨 教我们厨师在人间屋 应该具备的心态 头一条 礼尽祝福 谁是祝福呢 所有一切众生之内 都是祝福 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旧潘茶王 他的形象 是杂神 我们趁他做天神也可以 趁他做鬼神也可以 这个拔不护乏了 是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 古大德在诸节里面为我们介绍 他是天神的部属 天神的部下 鬼神的首领 我们一般讲鬼王 实现的是这个身份 这在形象上讲 实际上 神他是祝福如来化现 正是大神经上常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现 而华言言觉上说的更清楚 更明白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我们看他本来是佛 佛化现 一切众生之内 诸佛化现 无量无边 我们肉圆凡夫不认识 不认识的时候怎么办 把一切众生 统统当作祝福如来化现 来看 那就完全没错 我们没有神通 这个看法好 这个看法如理如法 平等的理尽 真诚的理尽 就对了 如果 看到有一个众生 他是凡夫 他不是佛 我们就会生起 供高我慢的心 注意想想 供高我慢 是烦恼 那么你 更成 接触之处 生烦恼 生烦恼 这就是凡夫 你把它当作 供佛无来化现 你生恭敬 生恭敬 就是自信信德的流露 你看看 这两种差别有多大 一个是成圣 成邪 一个是堕落在凡夫 而关键呢 就在因恋之差了 换句话说 你对于眼前境界 是怎么个看法 就在这因恋之差了 因恋之差了 凡胜就差别了 我们学佛 就要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才得真实受用 真实利益 所以 决定不能够分彼此 分高下了 我们完全错了 尤其是大臣戒经里面所说的 自在回答 这个说法 在 于切 菩萨戒经里面 是列在 更戒里头 凡尔王戒 是列在 清戒里头 可是于切 四地论 圣戒评论 是列在 中戒 我们想想 有道理 他增长烦恼 增长 更高 幻慢 换句话说 不但是 障碍你正过 障碍你开悟 帮助你造罪业 换句话说 帮助造罪业 就帮助你 堕三途 经过六道 永远不能处理 受害无穷 立如中戒 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您的 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就心开意解 这才深深体会到 今天我们所接触的 不同宗教 不同的族群 无疑不识 祝福如来 在奢华界 住去之中 水泽 水泪化现 我们见到 所有宗教里面 崇拜的神明 再也不会其妄想分别之中了 我们入于平等境界 入平等境界 就是大臣经上讲的 入不二法门 在一切境远当中 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 果真放下 那你就入花言境界了 花言叫一真法界 平等真法界 无佛无众生 众生跟佛 这种分别妄想 没有了 平等正法界 诸佛如来 为什么要 这么做法呢 我们凡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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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问他 为什么要退休 因为他在没有成佛之前 在凡夫未修学当中曾经发过愿 发过什么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他今天成佛了 成佛之后 他所发的愿要兑现 无能受过化之后 不负责任 他要兑现 所以 设法界 一切众生有感 不负责任 佛一定有意 动生之感 千变万万 不负责任 佛所应生 也是千变万万 决定是感应道教啊 佛先生来做什么 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为众生 为众生佛物 用佛话来说呢 帮助众生修物 帮助众生修物 这句话不好懂 我们用现在人说的话 大家容易懂 它是来为众生佛物的 佛物里面 最重要的一条 帮助你救 佛物的项目 无量无边 所以把它棍拿为六条 就是六度 六度里头最重要的一条 薄若薄罗米 薄若薄罗米 帮助你觉悟 样样都帮助你 里头有一个主要的一条 如果是样样都帮助 没有薄若薄罗米 那就不是佛法罗 释法 里面有一条薄若薄罗米在里面 那就是佛法罗 所以无论是不识供养 持戒受罚 忍如今进 逆逆行刑都充满了高度的智慧 我们现在人所说的 高度的艺术 表现在四项上 表现在四项上 高度艺术 内在里面是真实智慧 这是诸佛菩萨 这是诸佛菩萨 教化众生的山桥方便 我们要学 我们要懂 我们要懂 我们要会 就能得佛法 殊胜的功德利 这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的 诸佛菩萨为神 这是三种利益 最小的利益 这个利益不能出六道 但是决定不多三花道 决定的人天佛宝 在人天年道里面 也不受物宝 能得佛宝 那么善外的标准 大小乘经论里面 同别都在宣扬 识善也到 这是标准的 识善的反例 就是识悟 识条不多 可是每一条里面 一里 甚深 无尽 四项 广大 无敌 我们要认真去修训 一时 你就越能够往深广处 做 体会 你不做 你体会不到 你要认真去做 这里才有领悟我 我们一般人家 开智慧 不少生 不管不少众生 反而是令一切众生 生烦恼 都包括在其中 众生因我而生烦恼 我就有罪过了 我就错了 我就错了 所以经教当中佛常说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什么人叫一切众生生烦恼 魔 魔 魔 脑害众生 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 我是佛 还是魔呢 我们应该讲学佛 到底是学佛 还是在学魔 如果众生因我生烦恼 我是在学魔 不是在学佛 如果我是在学佛 决定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众生喜欢跟我在一起 在一起他快乐 我们是学的佛 我们是学的佛 如果令一切众生 跟我在一起 他生烦恼 他不快乐 那我行的是魔道 不是佛道 说佛修行 说佛修行 要在这些地方啊 用功 正巧我们争变是会了 但这利益呢 无比殊胜了 十三叶道经里面 跟我们讲的 十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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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种利益 也可以与六数数 我们晓得有这么多的好处 我们才肯真干 不晓得好处 怎么肯真干 第一条是 第一条是 一度正身 菩师无为 你看这就是 六度里头 第一条 布施波罗米 真正持不杀僧解 修不杀僧的这个善法 常与众僧 其也大慈心 这是我们现在讲的爱心 能与一切众僧 有情无情 六根 接触到之后 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爱心 这是真诚的爱心 清净平等的爱心 不是感情冲动 祝佛如来 法身大司 如是 所以为什么一切众生 欲依清净佛菩萨 我们今天讲齐心动音 现在外国人讲慈善 你感受得好啊 第三个 永断一切 成慧习气 不但成慧没有了 成慧的习气都没有了 只有爱心 没有成慧 结实 结实遇到冤家 我们常讲的 毁报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对他都是一片真诚的慈爱 没有一丝毫的 没有一丝毫的成慧 没有一丝毫的成慧 幸得缘缘的流露 烦恼消除干干净净的 第四个好处 第四个好处 没有病苦 第五个好处 长寿 长寿 这是诸位在新加坡 你们看到许哲俱死 他活了106岁 身体状况 还像三四十岁人一样 什么原因 原因就在此地 他一生 厨师待人借物 只有爱心 没有成慧 一生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怨恨过一个人 健康长寿 第六佛说句 他为诸佛赞叹 天龙善神 拥护我 第七 第七 常舞我梦 他心善嘛 怎么会有我梦 只有快乐 没有烦恼 第八 他把许世的远远家 远业自自然然就化解了 第九 他没有恶道的恐怖 他自己很清楚 很明白 很明白 就像许多修士一样的 前途一片光明 绝对不会堕三瓦道 第十 第十 命中生天 他不求生天 也生天 如果是求生 净土 决定得神 他需不需要念佛呢 不需要 为什么呢 他心已经是佛心了 心已经是佛心了 还有念什么 想到极乐世界去 决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解语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第二个不投道 所以佛狐上做出这个榜样给我们看 做出这个古包来给我们看 让我们看得到羡慕 让我们看得到身心不已 要发心去效法 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 清醒过来了 在投道 反而是 这事出世间 有主 这个东西有主的 没有得到主人同意 我们把他拿来 都叫做投道 所以 投道的意思 很广很广 你把他拿去 你把他移动地方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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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尊重 误助 没有得到他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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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他 に胡念 能得隆天善神尊敬 俑 掌厚 真是真是善仁 这个善是以这个为标准的 福在经常常常称赞的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它有标准的 这个在我们在讲经的时候 讲过很多次 最低的标准就是世善 敬业三佛里面 小羊父母奉仕四党 慈心不傻修世善业 这个是福在经常常常常男子善女人最低的标准 如果你要没有做到 福经上所称赞的没有你的份 从这个标准再提升 那再加上受持三规居足中介不凡威胁 那这个就比这个高了 小乘上 第一条是仁天的善男子善女人 第二 那是声闻圆觉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 最后提升到菩萨 大臣菩萨 那又要加上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心心真 大臣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多点心 想一想自己是哪一个标准 要认真 要认真 乐于是争取啊 使我们自己善心善愿善行 达到佛所讲的标准了 于是佛经里面所说的境界 就是自己的境界 佛经里面所说的 殊胜功德利益 那我们真理就得到了 所以度今不明这个是道理 怎么行呢 舍上前面无条 跟无界相吩咐 我们要做 决定不犯头道界 我们自己在缺乏 也不敢偷到的事情 也不可以清淡别人 佛跟我们说了 财物 是从不失这个因而得来的 我们物质生活 欠缺 生活困难 是过去生中 在这一方面修得少啊 那怎样补救呢 我们都修不失 这个刑法 我们少财 就多修财不失 人们确少 聪明知非 多修法不失 身体不健康 常常有病 多修无为不失 你一肯 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 你自然就得书生果报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 你能够持 不偷到这条 你的慎重 可保性法 第一条 你的物质生活 决定没有缺乏 无论遇到什么灾难 你的福报 不会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持不偷到的钱 所以别人 也不能够夺取你的东西 你的东西 也不会散失 第二 你得到许多人的爱护 第三 我们现在讲的是 这个社会歧视 你不会被人歧视 第四 你得到许多一切大众的赞叹 第五 你不会犹豫损害 你得到这么多好处 第六 善明留步 我们现在讲的 社会大众对你赞美 第七 除众无畏 大庭广众之下 你能够 你能够 恰如其分地与大众相处 第八 身心暗落 身心暗落 面才无碍 第九 你的心里面 常常有帮助别人的念头 第十 命中生天 这个持十戒 每一条后面 最后一句 都是得生天的佛报 那么这是讲世间善人 不一定是学佛的 学佛的人决定是求生净土 不学佛的人 古报在天上 因为他这个余没有断 所以多半都是生 欲解天 二十一生 这个逃离天最多 那么饭头都 麻烦可大了 灾难可就多了 这个世出世间 一言语里都常说 一言一诛 莫非前提 人到世间来投胎 这讲六道里头 佛跟我们说了 人生仇业 又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余知情是因 今生受这事 余知来是果 今生做这事 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的基于生活状况 古报 果是什么来着呢 前身所造的 从我们这一生 从我们这一生 早于受用 就知道我前身做的是什么 你要想来是如何呢 那你就想到你这一生当中做的是什么 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一起造作 这是因 这是因 修的是因 哪一生一定得果报 我们这一生的因属胜 来一生的果属胜 这一生 这一生做的是不善的因 那来一生哪有善果呢 杀生 偷盗 是极端的不善 欺骗众生是偷盗 欺骗国家 是更严重的偷盗 怎么说欺骗国家 漏税 现在人是所谓的 作案法律的漏洞 逃税 漏税 这是偷盗国家的 这个最集中 国家的财务 是整个顾名税收 那么换句话是 你是偷了一个的人 一个的人都是你在盖住 你是你的麻烦大不大 你偷一个人的东西 将来要还 来生要还债 还一个人的 你偷一个的人 可麻烦了 你怎么能还得清 佛门 明天中是更麻烦 那佛门 它没有界限 虽空法界 所有出家人 都有一份 所以 佛在戒经 大乘经 大乘经 问里面 佛常讲 你犯 无逆食物之罪 佛还有办法救你 你偷长不误 三十一切祝福 都没有办法救你 可是我们今天 把常住物真的是看清了 谁知道这个东西这么严重 我们常常犯这些过失 这是无知 正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心人不善 不舍道德 无有余者 没人告诉你 不晓得这个道理 不知道这种报应的可怕 四众弟子们 以恭敬心来供养 供养常住 你怎么可以到常住 一风一豪一离 我们在常住 要爱惜常住 决定不可以浪费 在古时候 世尊在世的时候 充其量 不过是盗取一点事故 因为出家人没东西 三一一博 手上也不吃金钱结 顶多是吃的东西 脱拨 每个人出去脱拨 他出去脱拨 脱了一些好东西 从其量不过如此 果报就不思议了 所以从前脱拨 每个人脱回来的 绝对不是说 脱回来 你自己吃 那就错了 每个人出去脱 脱回来之后 统统放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然后大家拿吃 这平等法拉 不是说 你脱得好的时候 你吃 他脱的这个拨 差一点的时候 他吃 这不平等了 所以脱拨的时候 不是在路上吃 回来之后 合在一起 再分二十指 这佛家的平等法 我们看到 暗示高 传记里面 记载的 那个贡廷湖的龙王 那个故事 那真的不是假的 龙王前世 是暗示高的同学 很好的同餐道友 就是在脱拨的时候 有的时候脱的东西不好 心里就不高兴 今天出去脱拨的时候 人家供养的很差 饭菜很差 心里被决一念不高兴 就这么一个 一阴堕落的初生道 但是他又服 他是个讲经的法师 宁静好时 喜欢不失 又通宗通教 所以在初生道里面 就当了龙王 人家到他这个庙里面去 问他事情 非常灵意 他为什么灵呢 因为过去是深入了 宁静 他有智慧 所以他很灵 拜他的人很多 供养的很多 是从以前他喜欢布施 他带着佛宝 所以他有财富 他有聪明智慧 又在初生道 那我们进去想想 我们今天在经教 在布施供养德行上 不如他 我们的晨慧 我们心里不平 超过他太多了 我们将来到哪一道去 不必问了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由此可知 在修学过程当中 除世待人皆无 稍稍稍一点不为 稍稍一点 晨慧不平 谁是会 自己堕不倒 与别人不相干 我恨那个人 那个人不会堕不倒 我堕不倒 我恨他 他要恨我 两个人一同都不倒 我恨他 他不恨我 我都不倒 他不都不倒 这些道理 与四十真相 我们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佛教给我们 这世间是怎么会死去呢 凡所有相皆是修啊 世间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有没有人 有没有魔呢 给你讲真话 无人也无魔 都是从自己 妄想分别 职者里头变现出来的 善物 夜音 国报 全在一念之间 您一念是佛 我们常讲念佛了 念佛不是口里念的 念佛是念头 您这个一念 是佛的念头 什么是佛的念头 到底所有一切众生 皆是诸佛如来 这是念佛 我们以普贤行乐 对待一切众生 普贤菩萨教的十个纲领 礼精 称赞 供养 世面里头最重要的这三条 对人对私 要用这个态度 对自己呢 对自己呢 忏悔一张 这是直进自己过 不进时间过 这浮行性 遇到善志时 绝顶没基督 秦转发来 秦佛诸实 哪里会有基督障碍 这样的存心 是佛心 这种念头 这种念头是佛念 这种行为是佛心 这叫真念佛 心是佛 念头是佛 行为是佛 看到山河大地 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如来 化现 化现做什么呢 化现度我这个众生 只有我一个 是凡夫 是众生 这在华元节 末后 善财通子 五十三餐 注意明显看到 这大腾修学的榜样 凡夫众生 就是我自己一个 除我自己之外 全是诸佛如来化现的 圣经 是诸佛如来化现的 叫我在这个圣经里面 不起贪爱 念经 也是诸佛如来化现的 叫我在这个理念 不起成辉 所以我学佛 学菩萨 应该怎么学呢 顺尽逆尽 善人悟然 平等恭敬 平等称赞 平等恭养 我自己呢 残除我业障 这是大臣修学 谁懂得 谁肯看 懂得的人 就觉悟了 肯干的人 这人是菩萨了 他就不是凡夫了 他在行菩萨道 他真正是佛 设善领域 第三条 是不协议 因为设善 是给社会广大群众 学习 这个不是对 出家比丘 在施法级 广大群众 都有配偶 所以施善跟五戒 这里面 都是讲的 不协议 配偶之外 有淫于的行为 在协行 这叫梵戒 那就做误作了 不协议 不协议 得四种智人 所在法 第一个 固根调火 固根调顺 这用现在的话 来输入 身体健康 第二份 我们讲 用现代话的 身心情 这也是给社会大众 做榜样 所以第三 得到社会大众的 尊敬 称赞 第四 用现在的话来说 家庭和母 家伙万死心 所以古时候 男女结婚 跟今天 意思完全不一样 所以古时候 我们听到结婚 没有听说离婚 现在离婚率 为什么这么高 为什么古时候没有 这就是 结婚的意义 不相同 古时候人结婚 是为什么 两个人由生活 共同的目标 互相协助 达到 共同的理想目标 说实在话 那个目标不是爱情 现在人结婚时 我爱情 爱情会变 所以婚变的事情 层出不穷 古人的时候 是为道义 他明理 他懂道理 他知道 你应该尽点义务 所以他是一里的结婚 今天这个结婚 是感情的结婚 感情非常脆弱 很容易破裂 这个是现代婚言 跟古时候的婚言 完全不相同 在意义上讲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忘语 不忘语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法 世间善人 在我们中国讲 圣贤君子 这个君子是最低层的了 都不忘语 狐宽圣贤 所以在佛法里面 受过三规五戒的 他这个受贫 就是儒家的君子 不忘语 举一定 不欺骗别人 第一条在现在的社会 平变都犯 有意无意 天天在打网语 所以这个学会 人与人之间信用没有了 这悲哀的事情 现在人与人往来 要定什么契约 还要到法院去公证 即使公证了 未必能信守 古时候 哪有这些巫俗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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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因而有信 五十年前的社会 还有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了 我们从小 生长在农村里面 农村有一个小商店 买东西设账 到时候决定去还钱 人家也不要来催 也不要来讨 有信用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了 人都怀着道心 还认为说 能偷道的 这个人有本事 这个人很能干 反而是真正遵守佛的教业的 这个人是呆子 这个人无能 现在社会变成这个样子 社会怎么会没有灾难 灾难从哪里来的 是众生 造作一切不善业感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滑胀世界 为什么没停手有灾难 饥饿世界 没停手有灾难 天然在人后 没停手过 什么原因 所有一切众生 都休是善 他哪里会有灾难 没有一个 大妄语 也没有一个 免时悟口 其余 都听不到 所以人家 古道殊胜 义正庄严 祝福菩萨 在一切众生族群里面 实习 叫这些 他完全做到了 做出一个榜样 来给你看 我们亲眼看到 从前 离病难老去死 他的 正义 是凤苏官府的主人秘书 那个凤苏官 是孔德成的 孔先生 我刚才很熟 他们这个机构 是属于行政院的 李老师 用公家的信职信封 私人写信 这是道解 这是头道 公家印的信职信封 是办理公私用的 你私人拿去写信的话 这是道解的 所以他私人拿来写信 他要向凤苏官报告 我可不可以 用公家的信职信封 私人写信 凤苏官点头同意了 那这就不犯道解了 很小很小的事情 不识学佛的人 难懂啊 愿意糟蹋共误 这都是破戒 都是误作 我过去有个老师 周邦道居士 这个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 他在台湾 考选部 他做政务次长 就是现在 像新加坡的说 第一个副部长 公家配给他的说 有教权 他不是公司 他不做公家的教权 他自己出门办事 还是去做巴士 做公司去 为什么呢 公家配给的教权 是让他办公的 如果私人坐这个车子出去 这也是犯道解 浪费公家的器用 公家得他安装的电话 公务用途 私人的时候 绝不用公家电话 学佛的人才懂得 你们都会想想 连这些事情 他都能够警守不放 他怎么会贪图呢 不可能的事情 以后 我看到大陆上出的这些 这个光碟 以为他是 贝尼恩来 就是讲中文来 有好几篇 我看 周恩来也是这个人物 跟周光道理一样 他做到总理了 国家也有车给他了 他没有儿女 他有些侄女 侄儿侄女 到他家去 他就告诉他家的小孩 这个车是国家的 我公司才用的 你们四人要出去玩的时候 你们骑救大车 搭公共bus 这个车不可以坐 公司分明 清清楚楚 别人说话都老老实实 这是上人 我们想想我们能做到吗 我们做不到 如果尝尝饭 这射条的时候 我们尝尝饭 我们是窝人 佛家我们这个世界 无助卧室 这四人都是什么意思 诸事 让无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让我严重 这个大家晓得 我也是指什么 人人都造势 我也 所以这个世界叫无浊 我是五大类的污染 人心 多 行业 多 佛讲这句话 我们今天仔细来观察 坐卧到了极处了 所以我早晨 看这个十三越大街 前面 有永正皇帝 一篇短文 我看了感受很深 他举出宋文帝的时代 宋文帝跟这些大臣 对话的时候 说得很好 十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 能够真的修五界十圣 天下太平 不必要很多 十分之一 这个社会安侯落利 做皇帝的垂拱而至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乱了 外国许多宗教家说 这世界末日到零 我们想想 世界何有有末日 这世界上 连一个善人都没有了 这个末世就到零 末日就来 所以我常讲 怎么要挽救劫难 我们能够认真实习实事 这个劫难就能挽救 我一个人修能挽救吗 一个人修不能挽救 算了 算了 我还是不要修吧 这世界还有救吗 真正觉悟 这个世界六七十亿人 都造入我一个人的修审 能够挽救吗 明知其不能为而为之 我们尽心经历它 纵然不能够挽救社会 我们自己救自己是救出 如果能影响更多的人 五个十个八个 十几二十个 这一个地区就能消灾 不能救全面的 能救这个地区 这一个都市 所以古人讲得好 有十个人修审 这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里头 有几百个人家 里头有十个人 持五戒舍善的 这村庄就没有见了 有个城市 小城市 有个五千人 六千人的小城市 有一百个人 去五戒舍善 这个小城市没有在哪 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 在东谷 无论是大小城镇乡村 都有四庙 古时候 都由出家人 讲经说法 劝大家 断卧行善 有道理 但是经心 道场虽然多 出家人也还有 已经不讲究 不说法了 还有一些 我见到的 应诵这些战书 是好事 但他自己不能一教风学 应出来 劝别人做 自己不做 所以信徒看看 法师不做 自己当然也就是 阳风英伪了 于是 天灾人祸 不能避免 道理在此地 我们今天要想自都 一定要就 一定要移交风险 我们在这里看到 高风会 他的名号 表示高度的智慧 高度智慧人 做出什么事 做社会大众的榜样 做出 短我为善的榜样 短迷为物的榜样 做给社会大众看 从这个地方 修行正果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学习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